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緩空屋 要健康 每天早上到學校時都能看到通信品質的氣勢 如果是紅旗 通信福旗的話 就得戴上口罩 也不能到超場上玩笑 才記得小時候 我常常都能看到藍藍的天空白白的雲座 現在天空長是灰茫茫的一片 我常常怒鳴氣喘 聽說是跟空是一種PM205的關係 我也聽說PM205甚至會致癌 我才國小五年級就知道PM205對身體有害 我相信大人們也都知道PM205很可怕 讓我們一起來守護我們的天空 讓大家都有健康的生氣 再走不得已要走出來 可是各位 你們今天在出門遊行以前 有沒有看一下今天台中的空氣品質 有 今天台中空氣品質好不好 有 爛不爛 爛 台中的空氣品質 每天都這麼的爛 各位 去年12月新版的空氣品質標準AQI 標準從71維克放寬到150維克才是止暴 各位 環保暑不顧我們的健康 甚至還把標準放得越來越寬 讓人民以為150維克才可能嚴重影響我們的生命 可是各位 聯合國的標準 世界衛生組織的標準 各位還記不記得多少維克只有25維克 大家這幾年都會覺得坐車坐到台中 就覺得空氣、霧霾、看望 大家覺得就出來了 所以台灣 由台中一人 跟台中一百 是人的世界 是人的台灣 所以天空是人的台灣 所以這次希望全民大家站出來 終結這個不公不義的事情 終結這個一個天空 兩個台灣這幾年的辦遊行 當然是要喚醒民眾和政府大家重視空運的議題 希望政府可以採取具體有效的行動 希望民眾可以為自己保護自己的健康 但我們知道的是其實 只要到了冬季 不管是台中還是彰化 都是非常容易直爆的 而紅色的標準 大家也早以習以為常 在這樣的空氣環境下 我們都已經知道 PM2.5已經是一級致癌物 我們卻還有非常多的學校 能要強制學生出來上體育課 甚至有些更荒謬的是 取消體育課還能要求學生集體到戶外升級 我認為這等於在直接謀殺我們的生命 所以在這一次 我們來自台中 南投 彰化 雲林各地的高中生大學生還有音系社團 才會決定組織起反空屋青年大平台 我們希望我們青年可以靠我們的雙手 來行動 來解決空屋的議題 因為並不是我們只有我們遭受到這樣的迫害 未來有更多的學弟妹 包含我們的弟弟妹妹 甚至我們未來的這些孩子 都一樣會暴落在這樣的環境底下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可以組織起來 今天只是我們的第一步 參加遊行只是我們的開始 未來我會繼續努力 我們一直平常在路上走 都會感到很嚴重的止暴 空氣汙染 就這點我們決定我們要來上街頭 來向政府表達一下我們的不滿 其實台中南部跟北部 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政經資源之外 我們吸收到空氣也是相當的不滿 我們希望正越南全共有時間 我來這邊教書 然後來這邊的時候 差不多馬上發現天空空氣有一點的問題 有點汙染 可是我覺得台灣人可以改變他們的空氣 台灣人應該有比較好的environment 空氣吧 因為現在汙染太多太重 早上的時候沒辦法看到很遠 空氣很灰很灰色的 2月19號是20歲的一天 大家可以參與一天 就是我們要參與改變台灣 我們希望台灣是大家用行動的 用ACT 給你們去的衣服就是ACT ACT就是Air Clean Taiwan 我們可以走出來 就是為了台灣的Air Clean Taiwan 我們先來公出兩個台灣 一個天空兩個台灣 但經過我們的團結 經過我們的香港有宣戰 希望我們大家團結在一起 讓兩個台灣變成一個台灣 變成一個團結的台灣 兩個台灣219 團結台灣變成永續長長久久的台灣 成員這個有限的訴求很簡單 因為暖化叫空氣的問題 不是能夠影響到人民大家的健康 而能夠影響到我們後台 在地球上存活的問題 所以這個應該是政府最關的改變 的總統府 應該出來設定有固體來行動 遊行裡面很重要說 一個台灣兩個天空 一個國家兩個世界 那是怎麼意思呢 如果用台灣的人口來講 我們只有差不多不到1%的人 不到20萬的人 他生活在世界衛生組織 比較認為比較乾淨的空氣裡面 那個就是我們台灣的台東縣 台東縣以外呢 全台灣99%的人都活在不健康的空氣裡面 在這個不健康的空氣裡面呢 最重要的分界點就是我們的台中 從台中以南 台中的旁邊的這個南投 有彰化雲林嘉義 台南高雄屏東 跟台中以北呢就是兩個世界 這個兩個世界的 雖然我們這邊的空氣品質 我都說不健康 可是呢 台中以南的不健康大概是 北部的兩倍到三倍 那我們台中就是最重要的分界點 那為什麼呢 台中市車子多嗎 不可能 台中市的車子 沒有台北市多 沒有新北市多 那台中市有什麼呢 從台中以南呢 就是最重要的工業區跟發電廠 我們有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燃煤火力發電廠 所以這個燃煤火力發電廠呢 它就造成了我們台中以南 所有空氣品質在過去二十年來 二十年來重大的改變 燃煤電廠產生的空氣污染 會產生什麼疾病呢 世界衛生組織講的 它會產生中風 這個心血管的這個心肌梗塞 會產生肺癌 會產生慢性的肺疾病 現在我們知道 它還會產生肝病 它會產生肾的疾病 它對小孩子呢 會產生過敏性的疾病 會產生氣喘 會產生呼吸道的疾病 可以說空污病大概有十種以上 那我們台中怎麼辦呢 這些的知識呢 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不需要再更多的研究 就可以知道說 這就是不好的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們就是要去改 那個改有困難嗎 一點都不困難 在技術上 台中火力發電廠 它一定可以改 而且很快可以改 所以剛剛台中市的 這個副市長講說 我們台中市很努力 在做一些事情 從專家的角度 這樣還不夠 我認為 我認為台中市的火力發電廠 每一年可以關掉一個 它可以變成什麼呢 它至少我們允許它變成天然氣 史丹佛大學的教授說 2050年全世界百分之百可以用替代能源 可以用再生能源 台中如果是要一個台灣新興重要的城市 但是我希望我們插在台中港邊的這個台中火力發電廠呢 就像讓我們台中市民每天不斷的在吸二手煙一樣 我們看到不好的 我們就把它禁掉 沒有理由說我們少吸一點 所以這是我們最重要的 空氣汙染還會合併 這個燃煤電廠還會合併這個溫室效應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我們現在是汙染 可是看我們的下一代 因為地球的軟化 整個生態的浩劫 我們的子孫 我們的親戚朋友 我們的下一代 我們下一代的下一代 都會受到這個軟化的影響 那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是全台灣 最大的一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東西 我們如果是一個負責任的這一代 我們一定要保持台灣的環境 讓我們下一代可以永續的發展